你好 欢迎收看6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议会3号继续进行的县政总职讯的议程 第一位执行的县议员蔡奇塔 他指出了听说国府土资场要死灰复燃 让他很关切 蔡奇塔表示以不破坏当地环境为主 如果非要重启国府土资场 他希望县政府要能够做好事前的审慎评估 花莲县议员蔡奇塔在3号的县政总职讯当中指出 有听闻国府土资场将会死灰复燃 是否会影响到当地环境让他是相当关心 所以特别在这次的议程当中 就针对了国府土资场是否又要重启的议题 向县府提出询问 我想也是我们县长推动八部政策启动的一项 是禁止的 但是为了花莲县未来的发展 如果要重启的话 这个我们必须经过审慎的评估 不能随意就来做 而且上一次我为了设立国府土资场 这个牺牲了我自己 我自己都搬离开 因为真的灰尘 沙子车太多 如果一个土资场又在你家的旁边 那对个人的生活环境 以及各方面都非常的不便 但是如果是政府的 我还可以忍受 但是如果给外包的话 那就要谈他的回馈机制 对我们花莲市有什么帮助 对我们花莲县未来有什么影响 都要做审慎的评估 我不希望县府再像普风养鸡场这样 这个乱搞一通 这个一定要做最好的政策 不要危害下一代的子孙 危害我们现在目前的好山好水 我们一同来守护我们的土地 蔡奇她表示 对于国府土资场是否又要重启 她希望以不破坏当地环境为主 如果非要重启土资场 她也希望县府要能做好审慎评估 记者徐立芹 花莲市报导